容佛哥赫瑶华晓遭到搁置后 有人质疑见效准证被偷龙转凤 还挑战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出示准证 但是张念群今天郑重否认偷龙转凤的说法 并强调如果未来有需要 依然会兴建郭赫瑶华晓 与此同时针对发展商连马智地表示 双方的误会源自于副教长时间紧凑 可能产生误会 他们不曾拒绝和张念群会面 对于这个说法张念群作出否认 位于新山地不老的郭赫瑶华晓 是柔佛最先动土的新华晓之一 如今却被搁置 马华总会长拿多斯里魏家祥等人质问 郭赫瑶华晓的见效准证 是否被偷龙转凤到 绿圣市集团出资新建的新华晓 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 今天为独大教育中心举办的教育展 主持开幕仪式后 斩钉截且地否认此事 另外负责新建郭后窑华晓的 连马之地昨天有发文告解释 其实并不是他们不要见张念群 讨论见效仪式 而是给了另外的替代日期之后 张念群的一方没有给任何回应 文告还强调 其实他们没有答应过会出资见效 而是负责播出效地而已 那张念群今天就否认了连马之地的说法 张念群重申 教育部先接纳瑞盛市集团新建新华晓的宪议 已在最短时间内用最少的建设费解决当地学生爆满的问题 此外他也透露 西蒙政府去年播出的 2000万令吉新建核搬迁华晓建校费用已经下放完毕 一旦教育部点头 近期内便会公布售会名单 郭鹤阳华晓在去年三月动土 预计在2021年招收第一批学生 但是张念群14号宣布 将在该华晓2.4公里外新建议所新华晓 由律盛市集团和教育部承担一半的建设费 而郭鹤阳华晓之所以被搁置 是因为连马智地不断拒绝会面 NTV7红美玲采访报道